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仔细为客人修剪指甲 保养 上色是软式红缝的工作 十四年前他带着这个梦想从越南嫁来台湾 在我国家我有兴趣 可是那边就是我们称好不好 困难 所以我没办法去学 我没办法去学 后来我来这边六年后小孩子独幼的眼 我才开始去学 先生从事水电工作 家里经济并不富裕 但软式红缝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他努力学习中文 吸收相关知识 七年前孩子上了小学 在先生的支持下 他开始到美法店里 从学徒做起 甚至每周到台北上美甲课 我开始去学美法我就一起做些事到现在 可是每天我都开门做 一个月我才休息四天 四天间休息的时候 如果有客人一夜我都会帮客人做 在越南孕育的梦想却在漂洋过海的台湾得意实现 软式红缝说 未来的每一天 他仍然会不间断地学习 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更希望能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家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